如你想买一辆血统纯正的超级跑车 却奈何钱包空空 没法将拉法兰博收入亏下 那么此时的保时捷一定是你的最优选项 保时捷718 2020开门2.0T 指导价54万 价格感动人心 而销量早早突破100万大关的 保时捷911和更是经典 不知凭借优秀的机械性能 俘获多少车友放心 911这款车是亚历山大保时捷的成名之作 流线型的车身和蛙眼的设计 格外细筋 911采用后置发动机 车中有一半都放在了后裤 初代的各种性能肯定不像现在这么好 在雷雨胆小户很容易剧烈甩尾 一不小心就全村吃喜 车友江湖都调侃 没技术没胆量就别开911 小心丢老命 但即使是这样 911还是依旧发行仅有三年 就卖出10万料的项量 车友对一款车的评判标准往往各有不同 有的人热衷追求极致的速度 有人酷爱车内豪华的内部装饰 当然肯定也有人喜欢那种空调不治人的车 而911这款车 最打动我的还是无限次数的弹射起步 这种操作咱看比赛很常见 在汽车起步时就获得最大扭矩 让车子像子弹一样飞出去 量产车也能这样玩 只是科莫二教练肯定不会教 弹射起步虽然很帅 但这种快乐是建立在发动机和变速箱痛苦之上的 三包期内日产GDR的弹射起步限定次数只有三次 宝马也才只有七次 玩脱了车场就不给修了 可是一辈子才射三次算什么真男人 真的猛然就应该火力全开 油门刹车给到底好好试个痛快 而此时只有保时捷能当此大人 理论上911可以支持无限次弹射起步 有个老外做测试 连着弹射了五十次都没有衰竭 射到最后老外自己都困了 当然还是建议各位观众不要随便尝试 ESB能不关就不关 毕竟狗命要紧 不过咱作为汽车发烧友 一些硬核知识还是可以简单了解一下的 保时捷无限弹射起步的底气 来自于PDK双离合变速箱 咱国内喜欢叫它跑得快变速箱 最早是保时捷赛车上的技术 1983年便用在了956赛车上 因为已经在赛车上用了40多年 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 把这个技术下放到量产车上 直接就无敌了 这里给大家强调一下 保时捷的PDK变速箱是独创技术 和大众当年大理推行双离合的理由不一样 大众采用双离合是在丰田收购爱信之后 当时爱信的AT变速箱 已经完全跟不上大众的销量了 而AT变速箱技术研发重 卖的贼贵无奈之下 大众只能忍痛换成了 更便宜的双离合变速箱 我记得那时候 网上的营销软文是铺天盖地 怎么换挡变速迅猛 F1相同技术指标 说到底还是想省钱 不过变速箱这种东西 没有好坏之分 只有合适与不合适的区别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双离合的调教已经越来越好 驾驶体验相比以前好了不少 而保时捷的PTK变速箱 用料相当足 造价自然也更贵 一台的采购价就接近十来万 买辆桑塔纳都绰绰有余 双离合相比其他类型的变速箱 天然在低速行驶时 会有一种坐顿和拉扯感 而在PTK上 这种问题几乎是不存在的 关于保时捷911这款车的发展历程 也相当有意思 911的前身是保时捷356 这辆车采用的还是中置引擎 虽然外表匀润 长得像是拍变了的大众夹克虫 却是一辆货真驾驶的赛车 动力强劲 能跑140公里每小时 虽然这个数据在今天看起来不大逼 但在当时可是不容小觑 这款车在1948年的瑞士车展 首次亮相 便成为业内瞩目的大众焦点 保时捷到这辆356也真是不容 当时战争刚结束 而德国还是战败吧 哪来的钱搞研发呢 所以这辆车沿用了大量夹克虫的技术 包括引擎悬挂 超过40%的零部件 都和甲格虫共用 四缸风冷发动机也是找大重要的 反正两家公司老板都叫福迪南德保时捷 也没啥版权问题 356的销量一直相当好 不过在经历了17年的生命周期后 终究还是跟不上时代的节奏 于是新的换代车型横空出世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保时捷911 取代以前的四缸发动机 在汽车后部装上水平对质6缸发动机 这设计也是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911这款车本来是叫901 结果法国人不将武德 标志汽车公司已经把三位数字中间是零的型号 像101 102 909这种全部独占 注册登记过了 此时保时捷还赶着参加法兰克福车展呢 海报手册都印好了 车尾的名牌也是陆续抵达组装线 没办法 那个时候的保时捷 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 和法国俄厂打官司还是玩不起的 所以只得将901换成现在的911 没想到这一阴差阳错的设计 却成为了保时捷永恒的经典 后来的保时捷一直在各种更新换代 在1978年推出的保时捷928 又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首次换装的水冷发动机 这台车的车身比例和细节处理 都对后来的汽车设计有着深远的影响 只可惜这台车虽然在专业领域广受好评 但却销量频频 17年的生命周期里只生产了6.1万台 等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 保时捷在消费市场就真的不行了 1992年全年销量只有1.5万辆 亏损超过1亿美金 这样下去直接快倒闭了 好在后来职业经理人魏德金 接此大人 这家伙是真的牛 保时捷直接起飞 BOXTER的发布卡验的大麦 使得保时捷起死回生 重返德国五大汽车工厂的行列 好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的可以关注三驱兄弟 为你讲述更多汽车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